我們往下走 各位 第二個你要注意到是形象 各位 形象 各位 人要一裝 佛要精裝 中文有句話叫做先進履衣 後進人 先看你的穿著 再決定跟你談什麼樣的大生意 你沒有理由給我拿一個破破的皮包 穿個破破的皮鞋 然後不打領帶 穿個破稱這樣 我說全世界最大的直銷故事 誰相信你啊 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喜歡跟身體發出某種味道的人 買東西 你懂嗎 臭臭的鑰匙就給人家推銷了什麼健康食品 有沒有笑死人啊 健康床啊 健康食品啊 你全身都臭臭的 再多精油都弄不香的啦 很簡單對不對 各位聽得懂嗎 形象很重要 所以先進履衣 後進人 所以穿戴整齊 配件要適當 各位 因此在談事情的時候 各位 你要記好 要微笑 充滿自信 生命力 活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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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會 很好學 上大號的聲音 嗯 嗯 嗯 OK齁 好 第三個你要學得很簡單 各位 除了形象以外 你要有什麼 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好 開發 我簡單寫一下齁 時間的關係 我就盡量快 自寫醜一點沒關係 各位 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各位 每一個成功的top sales 他都要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如果他停止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時候 他的業績就開始慢慢下降 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的人變少 是因為他的人看他不再努力了 他的人也跟著他不努力 整個組織網不努力開始往下降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各位 你每天都要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那怎麼接觸客戶跟開發客戶呢 各位 三句口訣 九陰真經 你要聽懂 各位 第一句口訣 口訣 接觸人 了解人 你就無所不忍 認識人 了解人 你就無所不忍 好 第二句口訣 沒關係嘛 就搞一點關係 有關係嘛 就搞緊關係 你這樣聽懂嗎 所以乾媽 乾爹 乾哥 乾姐姐 乾妹妹都出來 乾兒子都有 你知道嗎 中國人很吃這一套 只要是乾的都搞得定 同人 同學 同中 同鄉 同親 同好 同事 同志輩的 第二個都搞得定 懂嗎 所以有乾的 吃的 通吃就對了 好不好 好 第一個 認識人 了解人 你就無所不忍 第二個 沒關係嘛 就搞一點關係 有關係 搞緊關係 第三個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就可以再要求 四回帶進來 永永久久 哎呀 幹掉他做肥料 So 接住客戶跟開發客戶的能力 開發客戶的能力 好 第四個 你要注意到的 很簡單就是你必須要的吧 銷售 產品 產品示範跟銷售的能力 銷售的能力 產品示範跟銷售的能力 各位什麼叫產品示範跟銷售的能力呢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在座很多人會講說 哎呀 張先生 你講的這麼多了 我告訴你呢 我很內向 我自閉 我不適合做銷售 恭喜你 我說過 全世界90%的億萬富翁 從銷售出身的 你說你不適合做銷售 你就在目標設立 做窮人一輩子 到底是一樣嗎 是不是你在目標設立做窮人的嘛 對不對 各位你們都聽得懂嗎 沒有錢人為有錢人工作服務一輩子 各位沒有能力的人為有能力的人工作服務一輩子 那你就說各位 以前古時候沒有錢的人為有錢人做牛做馬做奴才一輩子 對不對 So 我說 你說我內向自閉不適合做生意 高許你目標設立替有錢人工作服務一輩子 道理是一樣啦 哇賽 這麼年輕就目標設立做奴才一輩子 這有一套佩服你 聽得懂嗎 So 怎麼辦 所以各位 學習銷售 學習銷售 那我舉個例子 看你這個人適不適合跟你比 有一家賣大英百科全書的 那賣大英百科全書應徵業務員 有一天來一個應徵一個業務員 那個經理說 先生 請問你是小王是不是啊 你是要應徵我們業務員對不對 那個小王說 報告 經理 我要應徵你們 應徵業務員 哎呦 來個大舌頭啊 哇 那個經理反應很快 他說 哎呀小王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我們應徵業務員 剛好而滿 哎呀實在是齁 我們不得不齁 割愛 下一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提前約你來 我們再開始給你interview好不好 你看那個小王怎麼說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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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激 激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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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要底心 我我我我抽成就好 呦 雖然大舌頭還蠻有志氣的呢 對不對 結果說 哎呦 你不要说我故意fire你哦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哦 就是我要你走 你要谢谢我哦 想要说 没没没 没问题 哎呦 拿出去跑 老鸟带菜鸟 开始跑跑跑跑 跑完以后 他自己跑 一个月以后 经理说 来来来 业务汇报 每个月追踪 王主任 请问你几本啊 报告经理 我六本 哎呀 掌声鼓励 张主任 你几本啊 报告经理 我八本 鼓励鼓励 你几本啊 九本 鼓励鼓励 到小王 小王 你 几本啊 他说 报告经理 我一 你一本啊 心想没一本嘛 后一本也可以啦 不不不 我一一一一 你四本啊 不不不 我一是一本啊 小王 你是怎么慢慢慢慢 一一一一一一本 是怎么 跟我们大大大说一说好不好 经理也大舌头 你知道吧 小王说 报告经理 我去客户家家里面跟他说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大一百个全书啦 如果 如果 你好 你们很喜欢的话 我可以一页一页慢慢慢慢的 列给你们听啦 哎呀 买了买了买了 不要再列了 买了买了 美国人跑去法国 跑去法国的时候 他不会讲法文 他卖什么 娱乐制吸尘器 你知道他怎么卖 他去按电影 叮咚 那个门一打开 把小声劇把门卡住 上面说 小姐 我是美国人 不会讲法文 帽子 我不会讲法文 我卖以乐制吸尘器 我的价钱是多少 然后有什么功能 然后开始 可以刷卡 可以什么 我附线 哇 要卖得很好呢 不会讲法文呢 在座现场有没有哑巴的 哑巴的话是很难啊 没有啊 人家都可以做 为什么你不能做 各位 销售是无孔不入的 所以各位 学习产品的销售能力 产品示范能力 示范能力怎么做 各位很简单 示范能力也要会做 各位不要忘记 开场白 强而有力的三秒 三十秒 客户愿意听三分钟 三分钟听的喜欢 愿意听三十分钟 我们不是在卖商品 我们所卖的是 跟客户有三十分钟 给我表达的机会 有表达的机会 才卖得出去 没有表达的机会 根本卖不出去 所以我跟客户约会 我从来不约什么 卖他产品 三十分钟给我讲话的机会 给我讲 你就死咯 有一个家伙 卖康尼餐具 打不破的餐具 听到没有 打不破餐具 然后跑去客户家里面 跟客户讲说 先生 你要不要看打不破的艺术 什么叫打不破的艺术 他就开始 你不知道 他马上瞬间拿一个杯子 拿个铁锤 在那个杯子上面 铁锤 然后呢 小姐就说 喔喔喔喔喔 在惊讶中 下订单 比较容易下 好